你知道吗?这个随处可见的小东西在以前可是洗头的奢侈品,你绝对想不到,这种圆圆的果子可不是龙眼,它叫无患子。 无患子的果壳可以搓出丰富的泡泡,是民间常见的肥皂果,被誉为大自然的清洁剂,这个是侧柏叶,孙真人实际里有记载,头发不生侧柏阴干,做墨烧之固发,养发护发的效果很好。 在这个基础上,加入侧柏叶200克,河手屋100克,无患子200克,苦丁茶100克,桑叶100克,与榛子200克,加入山泉水一起煮。 以前的人洗一次头虽然很麻烦,但都是值得的。 现在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洗发水,但是头发问题如头屑,头油,发根不牢固等等,反反复复。 原来想养好头发,是来自大自然的植物精华,而不是所谓的科技又很活。 植物草本可以养发,头发又多又漂亮,也不会有化学残留。 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,我们把它做成好用又方便的洗发灶,使用起来就简单多了。 洗的时候,搓出泡泡上头洗就行,还能闻到一股植物的清香,你们也试试吧。